太白酒 唐太大诗人李白非常爱喝酒,他爱喝酒是非常出名的,寒气逼人的初冬,李白尝到彩石街头的一家酒店里雇酒,这店是一个姓鲁的老爷开的,鲁老爷表面对人和颜悦色,但是骨子里心狠手辣,他手撵佛珠,口喊阿弥陀佛,肚子里却湿湿打着小算盘,总想着怎样盘剥长工。 他家用的几个酒宝,个个累得腰驼眼花,到头来,都被他赶出门外。 这天,李白又来到酒店,鲁老爷躺在椅子上撵着胡子,眯着眼,打亮着李白,心想,这个穷血湿的离开京都几年了,带来的钱大概花得差不多了。 记得李白投赐进店,他笑脸相迎,以后常来常往,他估计榨不出多少油水,脸色一次比一次难看。 他递眼色给小酒宝,让他别理李白,可酒宝偏偏热情地为李白斟酒,临走,还给李白灌上一大壶上等美酒。 这回,说什么也不能便宜李白了,鲁老爷站起身,躲到李白身后,闲外有阴地说,小店屋檐太低,酒池太浅,经不住汉林这样的大酒壶啊。 李白知道,上回给的钱还够沽几次,看鲁老爷这副模样,懒得同他争辩,就从怀里取出最后一钉银子,往柜台上一掷,啪的一声,震得鲁老爷两眼发花,忙说道,有眼不识,将敌钱,没想到李汉林还有着大酒钱,他转身吩咐酒宝,快,找大人钱。 李白一挥袖子,算了,别找了,下次再来。 鲁老爷两眼眯成一道缝,一个劲儿地点头喊腰,是,是。 第二天黄昏,李白又来了,酒宝又为他满满灌上一壶,第三天,第四天,李白一天一烫,鲁老爷很不耐烦,算算李白丢下的银子,再有个把月也差不多花完了,就花颜巧语支开酒宝,偷偷地往李白酒里堆水。 李白尝了几口酒,觉得味道不对,也没说什么,以后每次来,鲁老爷装得特别热情,亲自为李白倒酒,暗地里把水多加一倍。 一天,鲁老爷干脆给李白灌上满满一壶凉水,李白还以为是酒,路过独木桥时,有几个顽童在河边扔石子,一块石子向李白飞来,他吓了一跳,将酒壶往怀里一揣,哎哟,别把我的酒壶打破了。 逗得几个顽童哈哈大笑,李白来到船上拎起酒壶就喝,喝一口,呸得吐了出来,猜知道是又涩又浑的浆水,他气坏了,想找店主去理论,怎奈,采石这一带就这一家酒店,求他施舍更不行,就是在皇帝面前,李白也不愿低声下气,更何况对这种卑鄙小人。 夜深人静,李白翻来覆去的睡不稳,想写点诗,写不出,因为酒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,一壶下肚,就能暂时忘却愁苦,诗性大发,出口成章。 可如今,在这满目凄凉的采石街头,连唯一能使他姐妹的酒都没有了,李白斗酒诗百篇,没有酒就写不出诗。 他叹了口气,静听着房檐下嘻嘻嘻嘻嘻的雨滴声,心都要碎了。 一天,他路过一间茅舍,见一位两病斑白的老人朝他点头微笑,热情地请他屋里坐。 李白一进门,老人那头便拜,感谢救命大恩人。 李白愣了,没明白是怎么回事,老汉含泪诉说道, 我兴代,老家幽州,那年闹饥荒,我和老伴带着孩子上山拨树皮。 两只吊精白鹅大虎扑上来,把我老伴吃了,我和孩子吓得魂不附体。 多亏先生漫游到那里,飞起一箭,连射两虎,我父子才死里逃生。 李白恍然大悟,连忙扶起老汉,算不了什么,算不了什么。 老汉说,多少年来,我暗地里跟着你,想找机会报恩,从金陵到卢州,从宣城到采石,我一直生活在你身边,捕鱼,打柴。 李白也感动得热泪盈眶,一把拉住老人的手摇晃着,问,孩子呢? 老人顺手一指,在酒店里帮工。 李白正想把卢老爷一睡当酒的事对老人说,老人早已从屋里爆出一大坛子酒,来,仙人,敞开怀痛饮吧。 老人拍拍胸,往后,你喝的酒,全由我这老头子包了。 李白乐得不知如何是好,憋了许多天的酒瘾,一下子全冲出来,他端起杯,一眼而尽,饮着饮着,不知道喝了多少杯,醉了。 他瞇着醉眼,跌跌撞撞走到门外连壁台上,叫人拿笔,老人知道李白失信大发,赶快递上准备好的笔墨纸张。 遥望滚滚的大江,如血的落日,李白沉吟了一会儿,提起笔,一挥而就。 天门中段楚江开,避水东流至此回,两岸青山相对出,孤帆一片日边来。 老人激动地捧起墨迹未干的草树,奔回茅屋,恭恭敬敬地贴在墙上。 打那起,这间普通的茅屋热闹起来,过路的,打柴的,捕鱼的,都想进来看看墙上的诗,有的抄,有的背,一传十,十传百,有的还千里迢迢专专门来欣赏这首诗。 每逢有人问起是谁写的,老汉总会竖起拇指,自豪地对大家说,是先人李白的手机,他是喝了我酿的酒,才写出这般好诗呀。 于是,南来北往的都争着坐下喝两钟,细细品味着这醉人的美酒,领略着诗人创作的意境。 渐渐地,老汉开启了酒店,除了为李白酿酒,还用辛勤的劳作,为南来北往的客人们奉上醇厚的美酒。 从此,泰白酒家的电号就亮了出来。 俗话说,同行是冤家,卢老爷听说,信贷的白发老头酿酒手艺高超,生意兴隆,一肚子不快。 加上自家酒店门庭冷落,酒客寥寥无几,气得吹胡子瞪眼。 左思右想,也没法子,只好叫家人捧着几只大元宝,台上两坛美酒,亲自去江边拜访李白。 想请他写一首诗,也为自己称称门面。 李白一眼看出卢老爷的来意,冲他摆摆手,你家酒池太浅,经不住我一口喝啊。 说吧,上船走了。 竹竿一点,小船离开江岸,朝江新市去。 随着李白的歌声,他那高大的身影,渐渐融进了落日的余晖里。 卢老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生死历劫地喊道, 仙人啊仙人,你停停,有话好说,好说。 不久,鲁家酒店关门了,而代老汉的太白酒家的生意却一天好似一天。 一年后,老汉不幸病故,李白听到消息后悲痛欲绝, 他把酒倒进长江,整整哭了三天三夜,写下了一首悼念老汉的诗。 代老黄泉下,环英酿大春,放台五里白,孤酒与何人。 从此以后,沿江一带,许多大大小小的酒店总是以太白酒家, 太白遗风作为电号,用布写好,调在门前廊下。 这也就是太白酒的来历。 这也就是太白酒家,环英酱。